印度迎來戰略機遇期 與美日在經濟安全領域展開合作 外交長袖善武 經濟順勢而上 GDP反超英國 成為世界第五大經濟體 迅猛發展的背後 潛藏著哪些隱憂 與此同時 印度首艘國產航母 維克蘭特號正式入列 力求抗衡中國 印度的大國報復 將如何影響世界格局 今日看世界 外交 經濟 軍事三件齐發 印度似乎正迎來高光時刻 目的政府現在是進入到了 外交繁忙期 本月初他剛剛主持了 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 緊接著印度的商務部長 就前往美國 參加北印雙邊貿易談判 並且出席印太經濟框架 部長級會議 而在昨天 印度的外長蘇杰生 和房長辛格 飛抵日本東京 參加印日2加2會議 商討雙方在防務和聯合軍演 等關鍵領域的合作 並且進一步協調 莫迪出席日本前首相 安倍晉三國葬的時宜 印度之所以要趕在9月上旬 舉行一系列 與美日之間的高級別會議 最大的原因是印度總理莫迪 將在本月中旬 參加上和組織峰會 外界認為莫迪趕在上和峰會 之前的一系列動作 就是要避免一下 與美國的誤會 莫迪在外交領域的長袖上武 也在一定程度上 助推了印度經濟的發展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最新的數據表明 印度已經超越了 前宗主國英國 成為全球第五大經濟體 並且領先的優勢 在今年還在不斷地擴大 軍事的層面 經歷了17年所建造和測試的 印度第一艘國產航母 維克蘭特號 終於正式入列了 南亞印度霸氣側漏 這一切的背後 是不斷閃耀的大國貌 提起印度 首先想到的是什麼 迪羅漢的摩托車 乾淨又未生的恒河水 還是一言不合 就跳舞的寶萊塢電影 總之 印度似乎總是以某種 魔幻形象示人 然而最近在國際舞台上 印度開啟了自己的高光時刻 9月8日 印度外交部長蘇傑生 和國防部長辛格 前往日本東京 參加印日2加2會議 這也是2019年以來 兩國第二次舉行此類會談 這次會談中 雙方在防務 新興技術 和聯合軍演等關鍵領域 尋求合作方向 外界注意到 這次會談的時間 定於9月27日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 國葬的三週前舉行 目前 印日兩國仍在協調 印度總理莫迪 出席安倍國葬一事 莫迪與安倍 曾建立了良好的個人關係 印日兩國的關係 也隨之不斷升溫 安倍下台後 他的接任者 也在對印外交方面 基本延續了安倍時期的基調 對於印度與日本越走越近 分析人士表示 雙方利益契合 是兩國加強合作的基礎 日本和印度走近的原因 要說起來有三個 最直接原因 就是美國現在為了遏制 和對抗中國 搞了一個所謂的印太戰略 這就要形成一個 反中的政治統一戰線 和地緣戰略布局 在這種格局之下呢 你可以看 印度就是這個所謂印太戰略 在南亞那邊的開頭 日本呢 是在東北亞這邊的一個尾巴 中間支撐著的是澳大利亞 美國的這種戰略布局呢 就把印度和日本聯繫在一起了 第二個原因呢 是印度和日本呢 其實都有自身要求 獨立自主性的一種訴求 尤其是印度 日本呢 是美國的從属 而且地處亞太地區 所以呢 建立和日本相對密切的關係呢 就是印度需要构建 世界範圍影響力的 一個政治上的需求 第三呢 印度想要通過日本的投資 和經濟合作 來帶動自身的經濟發展 這是非常現實的一個需求嘛 印度和日本在安全上 並沒有實質性那種 共同的需要 但是在這個美國搞 這個印太框架之下呢 它進行軍事上的往來和合作 倒是有非常大的空間 不過最終啊 不可能成為軍事盟友 或者是準盟友的關係 二者軍事體系 也不可能彼此呢 完全開放 完全地融入 近兩年 印度頻繁在中印邊界調試 今年8月 美印在喜馬拉雅山南路 進行了軍事演習 而在即將到來的10月份 兩國還計劃在 中印實控線百公里內 舉行另一場大規模實戰演習 但值得注意的是 印度對中國雖不算友好 也並非為美國馬首實戰 在美國推行的印太戰略中 美國一直極力拉攏印度 參與為印太戰略服務的 美日印澳四邊對話 而尷尬的是 主辦方印度是四國中 唯一沒有跟著西方國家 對俄羅斯實施制裁的成員 印度一方面加入歐美的小圈子 另一方面也是金磚和上河組織成員 與中國 俄羅斯 以及其他非西方新興經濟體 保持著機制性的溝通與合作 因此成為了在分裂與對立 日益嚴重的國際環境下 為數不多的 仍能左右逢源的大國之一 印度的國家性格非常追求它的獨立性 所以印度在內政和外交 尤其是在處理國際關係的時候 非常強調獨立和它的自主性 你看這個地理位置的特點 人口眾多 讓印度又時刻面臨著生存的考驗 所以印度更加注重它現實的利益 這些原因綜合到一起 就讓我們可以看到 印度要追求成為世界性的大國 所以在各種國際活動和國際框架之中 盡量表現出自己的存在 那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 印度它把自己的利益擺在第一位 高度重視保護自己的利益 你比如說在俄乌衝突上問題 它非常出乎西方意料的 選擇支持了俄羅斯 這主要是考慮到 它自身的安全、軍事保障和能源等現實的利益 同時也由此獲得 和美國西方溢價的政治籌碼 印度積極參與 美國主導的圍堵和遏制中國的 所謂印太戰略這個框架呀 它則表現出印度的這種靈活性和它的投機性 從骨子裡 印度是不可能去從美國的 美國也做不到 就像前置日本一樣去前置印度 讓印度作為對抗中國的排頭兵 印度不會去當這個角色 但是印度可以借美國力量來平衡中國 同時給自己增加在西方社會打交道的籌碼 獲得更大的空間 大象跳舞帝國日落 在脫離英國殖民統治75周年之際 印度的GDP超越了英國成為全球第五大經濟體 回顧近年來世界GDP的排行榜 印度可謂是進步神速 十年前它還在市民開外 在2017年趕超了法國 躍升到第六位 如今正是位居第五位 更為重要的是 打類的動作沒有結束 根據印度國家銀行的報告 印度有望在2027年超越德國 2029年超越日本 最終實現的是世界前三經濟發展目標 自從目的政府上台以來 印度的經濟基本保持在7.5%到8%的增速 以美元計算 印度經濟在過去十年當中 以5.71%的複合年增長率不斷地增長 同期的英國看一下 這個數字僅僅是1.76% 不得不說 印度這場翻身仗 著實給剛剛接任英國首相的特拉斯 递上了抽難度的劇本 畢竟等待特拉斯的是40年來 英國最為嚴重的通脹 不過也有不同的聲音 比如說 印度的經濟奇迹 不過是昙花一現 14億人口當中 近3億都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從衡量經濟增長成果的人類發展指數來看 印度在健康 教育 生活水平等方面 至少需要10年才能夠達到 英國上世紀80年代的水平 凭借著人口的優勢 印度在大多數國家陷入經濟停滯之時 一軍突起 其實印度的經濟發展軌跡曾一度令人沮躁 早在新冠疫情發生前的2018年 莫迪經濟學已顯現疲態 疫情的衝擊更是加快了經濟泡沫的破裂 2020年4月 彭博社稱 印度經濟清零式崩盤 在外部需求下降的背景下 基礎設施薄弱 建設水平低下等短板暴露無遺 不過時隔兩年 印度經濟不僅重現活力 還展示了新的肌肉 就速度而言 印度今年第二季度GDP 同比增長13.5% 在全球大型經濟體中處於領先 從規模來看 繼去年第四季度後 印度今年一季度 二季度的GDP總量都超過了英國 到今年年底 預計印度GDP總量將達3.54萬億美元 高於英國的3.38萬億美元 曾經統治印度次大陸 兩個世紀的經濟體 一招成為印度的手下白將 外界普遍將這次逆襲 視為印度經濟史上的里程碑 要說起來 英國的前殖民地 在經濟總量上超過英國 第一個就是美國 其實這也沒什麼奇怪的事情 印度經濟敢超英國 那也是必然的 總體上來說 是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 這是世界產業鏈的轉移 給印度帶來的紅利 印度各種 促進經濟發展的政策也在發揮作用 所以這是印度增長的一個基礎 第二 印度的人口非常的多 14億人口相比較於英國那幾千萬人 很容易就超過去 它整個的體量經濟活動就非常的大 因此只要有一些條件能夠發生作用的話 增長的總量它就會比較大了 而且印度原油水平是比較低 從低水平往上提升的速度會比較快 但是往後越來會越難 第三 印度這一段時間的增長數字 確實也玩了一些數字上的遊戲 出於政治上的需要 印度最近改了一下GDP的統計模式 比如說印度現在把個體的工商戶 小餐飲還有手工服務 夜市 個人房租什麼的 也給算進去了 而且印度同時借鑒了美國的做法 把律師服務費等一些勞務也算進了GDP 你別看這一塊 這塊是挺大的一塊的 如果算進去的話 那個數字會非常的好看 所以我們要肯定印度的經濟增長 但是這裡邊多多少少也是有一點水分 而且印度的經濟發展的後勁是不是足夠 這還需要進一步的評估和觀察 8月15日 印度迎來了獨立75週年的歷史時刻 總理莫迪在當天的演講中表示 未來25年對印度至關重要 年輕人要用25年的奮鬥 為印度獨立100週年獻禮 印度的自信並非空穴來風 從數據來看 印度正處於人口紅利階段 2011年 印度總人口的一半 處於25歲到64歲的工作年齡段 而到2050年 印度將再增加1.83億 這個年齡段的勞動力 這意味著 未來30年新增的全球勞動力中 22%都將來自印度 此外 印度的兩個重要的支柱產業 訪貓藥行業和軟件行業 最近幾年的發展速度 極大的拉動了印度經濟的增長 但相較於印度國內的信心滿懷 外界對印度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 並不十分樂觀 關於印度的後續發展 咱們就要說到現代化和工業化 這麼一個問題 工業化和現代化最深層的 是徹底而深刻的社會改造 你比如說它要形成一個統一的大市場 統一的社會標準 還要完成一個社會的大協作 民眾的文化和自然科學水平 要大幅度的提升 你看印度目前 還有割裂社會的這種種性制度 不同階層的倫理價值觀差異都相當的大 甚至在印度國內還有大量的文盲 甚至不能完全統一全國的語言和度量衡 在技術層面居然還有這個 英制和工制並存的這種情況 所以印度距離這個工業化和現代化社會 還有很大的差異 當然了咱們也要客觀的說 印度是很努力的 而且印度的人口基數比較大 整個國民的年輕化程度也比較高 而且它要在局部促成工業化和現代化模式 這也是有可能的呀 而且印度也確實取得了不錯的成就 在眾多的古老文明之中 除了中國能做到這一點的 還你也別說只有印度能夠做得到 所以說印度的潛力很大 但是印度需要一次質變 就是深刻的社會結構改造 GDP趕超英國之際 印度在軍事上也迎來了一個重大利好 9月初印度維克蘭特號航母正式服役 這是印度自主建造的第一艘國產航母 這也就意味著印度正式成為 聯合國安理會五常之外 第六個裝備自行建造中型航母的國家 建造這艘大艦並不容易 從1999年已經進入到設計階段 到2005年切割首塊鋼板 再到2022年9月正式服役 航母建造時間耗時近17年 這也創造了一個並不精彩的世界記錄 世界上目前建造時間最長的航母 不僅如此 這雖然是印度第一艘國產航母 據稱76%的部件是自行生產的 但是很多關鍵的裝備仍然逃不過 萬國製造的尷尬 比如說最早設計方案由意大利提供 動力系統來自美國通用電器 傳動系統由德國製造 雷達系統來自以色列 電力系統則有芬蘭供應 而這些裝備如何有效的兼容 仍然是印度海軍要面臨的問題 另外按照照片來看 維克蘭特號還沒有裝備 關鍵的海軍雷達系統 艦載機沒有到位 只能進行直升機垂直起降的測試 這意味著目前航母只能是輕裝上陣 暫時是攜帶直升機的運輸船 經歷17年的建造和測試 9月2號印度首艘國產航母 維克蘭特號正式服役 印度總理莫迪當天在儀式上發表講話稱 這是印度紀念從英國獨立75年的一部分 這是歷史性的一天 也是一項里程碑式的成就 按照印度官方公佈的數據 維克蘭特號建長262米 滿載排水量約4萬3千噸 可搭載包括米格29K戰鬥機 等共30架飛機和直升機 雖然印度各大媒體紛紛以 印度加入強國俱樂部 印度的關鍵時刻 印度的海上國產勇士等 醒目標題進行報導 但回顧維克蘭特號的建造過程 卻一波三折 而且非常具有印度特色 印度政府早在2003年時 就批准了維克蘭特號的設計和建造 但直到2009年 航母的龍骨才開始鋪設 到了2011年 航母才第一次出屋下水 建造水面艦艇 通常仅需進行一次下水測試 然而維克蘭特號 卻歷經了三次下水 出現這種反反复复的情況 原因竟是因為 航母的建造進度屡遭拖延 而這期間 建造廠接到了其他商船訂單 所以只能把航母先請出船屋 而後又因功能需要重新設計 從俄羅斯獲得航空設備困難 以及新冠疫情等種種原因 工期一再拖延 最終比預設的交付時間晚了至少12年 而如今匆忙服役的維克蘭特號 仍存在不少問題 諸如缺少主向控制雷達 航空設備等關鍵設備 為它的未來運行 買下諸多安全隱患 再加上艦載機選型未定 大概率難以在2023年內 形成完整戰鬥力 那麼從軍事和技術角度來講 現在這個維克蘭特號 它就是一個半成品 所以我說它是一個偽服役 它的服役有明顯的 這個拔表助長心急 偏要吃熱豆腐那種急迫的心態 你比如說我們可以注意兩個細節 第一個細節呢 你注意在艦橋 它的艦橋上方啊 有那麼一個倒梯形的那麼一個平台 這個呢 就是他們引進的以色列的那種ELM-2248 有源向空這雷達天線的安裝座 但是呢 很明顯 這雷達天線還沒有安裝的 那雷達自然也就沒有安裝了 一艘已經服役的軍艦 居然沒有安裝雷達 沒有安裝防空系統 這印度是世界第一 也是世界唯一 也就是說呢 現在這個維克蘭特號啊 它還沒有眼睛 沒有耳朵 它所配屬的導彈 也沒有進行安裝 維克蘭特號 在沒有對空對海警戒能力 沒有防空能力的情況之下 這就是要在槍林彈雨中去裸奔 你說它怎麼可能有戰鬥力呢 第二個細節我們再注意一下 大家注意看一下各種照片 還有視頻 你會發現它那個維克蘭特號 那個甲板啊 從頭到尾 非常的光亮 甚至有點那種 拋光地磚的鏡面反光效果 這個還沒有膚色這個飛機 著艦時候那個甲板上那個 這個很粗糙的這個防滑塗層 如果沒有這個塗層 就意味著不能有效起降艦載戰鬥機 在差一些的海況情況下 甚至根本就沒法完成這個航空作業 那維克蘭特號航母 基於服役有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呢 是這個事不能拖得太久了 先以不完全狀態服役 帶動後續的進度 第二呢 這個可以說是形勢比人急啊 在當今世界局勢可能發生重大變化 俄乌衝突等意外情況 突發的這種情況之下呢 印度需要加快軍事能力的建設 第三 國內和它國際的政治需求 這個印度在這個時候加強它的軍事能力 它就可以增加更多的這個軍事上的砝碼 在美國所謂的印太戰略框架中 獲得它更多的利益和迴旋的空間 從歷史淵源上來說 印度航母的發展要遠早於中國 早在1961年 印度就從原宗主國英國手裡 購買了二戰期間建造的大力神號 後更名維克蘭特號 滿載排水量1.9萬噸 印度也成為了二戰結束後 亞洲國家中第一個 裝備正式航母的海上力量 在1971年第三次印巴戰爭中 維克蘭特號航母編隊表現出色 成功切斷了東西巴基斯坦間的海上通道 共擊沉8海軍艦隻8艘 炸毀俘虜8方各型船隻43艘 戰功顯著 最終迫使東巴基斯坦獨立 也就是現在的孟加拉國 在戰場上尝到甜透 也使得印度海軍加快了航母發展的步伐 1986年 印度又從英國買下了 參加過馬島海戰的競技神號航母 更名為維拉特號 尽管維拉特號是一艘1959年服役的老爺艦 但經過英國多次改裝 性能在當時並不落後 同時印度海軍也趁機對第一艘 維克蘭特號進行改造 順利組建了當時全球都非常少見的 雙航母編隊 當然這種雙航母的榮耀時間並不算長 在1997年 維克蘭特號由於服役年限過久 狀態難以為繼而退役 印度海軍再次回到了僅有一艘航母的狀態 而此時正好有一個國家的二艘航母迫切出售 那就是俄羅斯 印度的第三艘二艘航母 也就是如今還在服役的超日王號 正式改裝自蘇聯時期基辅級航母 戈爾什科夫海軍上將號 1994年 這艘航母在俄羅斯北方艦隊矛地 發生鍋爐爆炸之後 俄羅斯就想找一個接盤俠 印度想買 俄羅斯想賣 雙方經過一番交流後 俄羅斯竟同意將戈爾什科夫海軍上將號 以一美元送給印度海軍 印度當時覺得自己撿了個大便宜 但事出反常必有妖 後面發生的故事讓印度有苦難言 雖然航母50億元夠 但俄羅斯以出售各種先進裝備的捆綁銷售為由 圍繞戈爾什科夫號航母 簽訂了20個子合同 最終改裝費價值為15億美元 改裝工期為52個月 2004年 印度在支付完第一筆工程款項之後 系列經典神操作才剛剛開始 最初 俄羅斯以對航母的狀況評估嚴重不足 需要更改設計為由 要求印度加錢 隨後 加錢的理由更是五花八門 什麼線纜長度估算少了 加錢 甲板需要重新更換 加錢 最終在2013年拿到船的時候 印度人支付費用累計達到了29億美元 改裝這艘航母的花費 已經相當於法國建造一艘新的核動力航母 憑借這筆資金 俄羅斯對他們在巴倫之海沿岸的新造船廠 進行了徹底的改建升級 更重要的是 更重要的是從2004年到2013年這8年多的時間裡 藉著在印度的航母上磨洋工 航母國產化的進程 然而令印度海軍沮喪的是 經常被他們作為參照對手的中國海軍 目前已裝備了兩艘6萬噸級航母 從零航母海軍成長為三航母海軍 且擁有了全套航母子系統 艦載機的自給能力 從華越起飛 越近到電磁彈射起飛 原本起了個大早 卻只趕了個晚急的印度航母夢 再一次印證了欲速則不達的古老真言 印度實際上還沒有跨過全產業鏈工業化的門檻 也就是說印度還沒有形成系統的工業技術體系 印度的航母軍艦還有飛機 在目前階段還是在一定的製造能力之下 它在進行整合拼裝 但是航母是個非常複雜的系統 它的動力、雷達、電子通訊、指揮、防空、反艦、生活保障等等 這些系統才是航母整個航母平台的核心 而艦載機是航母戰鬥力的表現 這些遠遠比航母這個軍艦本身要重要的多 印度目前還不具備這些能力 或者說是初步具備一定的能力而已 但是要想搞出這些啊 那涉及的層面可就深了 它涉及到一個國家的基礎理論研究 金屬、化工、電子等基礎工業 涉及到航空、電子、冶金、化工、軟件、設備製造等很多個行業 這些說起來它都是硬件 那這些支撐這些硬件的背後呢 就是系統的社會組織動員和協調體系 這些方面印度都非常的欠缺 而且這不是花錢就能夠去搞個什麼技術引進就能解決得了的 這方面啊沒有彎道超車也沒有拿來助理 眼下伴隨著維克蘭特號服役 印度海軍期待的是由兩艘4萬噸級中型航母 第三次組成的雙航母編隊 印度《斯坦時報》分析指出 維克蘭特號將向印度洋及太平洋投射力量 而印度的另一艘航母超日王號則會聚焦於印度西岸 顯然印度海軍正將主要假想敵對準中國 說起印度航母的服役以及印度海軍的發展 它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 不會對世界軍事整體平衡造成實質性的衝擊和影響 航母它不是一個單獨的一艘軍艦 它是一個非常龐大的作戰體系 印度至今沒有攻擊核潛艇的設計和製造能力 還是在租賃俄羅斯的潛艇 而且數量也就是那一兩條 印度的航天和戰場感知能力尚且不足以對航母 戰鬥群進行有效的戰略支撐 僅僅從這兩點上來說 我們說這個印度的航母 它就不可能走得太遠 簡單的說吧 印度海軍它是進不了太平洋的 但是呢 能對這個進入印度洋的軍事力量形成很大的壓制 並且呢 印度在印度洋地區 特別是它的新航母服役之後 它會形成局部的優勢 那麼更多的航母能夠讓印度在國際事務中啊 有更多的話語權 這是印度追求成為一個世界性大國所必須的 但是印度它也很清楚 如果美國想讓印度去充當印太戰略之中 直接對抗中國的這個決策 去當這個馬遷族 以印度現在的戰略需求 它的獨立性和它的國家性格 印度是不會接受的 武良業習系列自動車